在柏里尔列夫时期就开始为他平反 但是没有彻底平反 一直到50年以后 也就是再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运动 后来的他那个孩子也就是帮他平反 所以布哈林是最终得以平反 所以这样他就成为政治上最有争议的人物 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以后 就是开始7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以后 就是说人们就把重新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 这样一个道路问题的时候 人们就把它作为另一种 就是说思考另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个象征 因为他当时主张的是一种温和的 渐进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而反对这种极权的发展模式 所以当时在反思苏联的发展模式的时候 他就成了这样一个象征 当然他的这样一个思想是一个未实现的 也是未实现的 这个也是凡是值得探讨吧 值得探讨 我们下面要讲他的这个平衡论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思想 也是值得探讨的 不是定论 也不是定论 不要把它当定论 我只是说从政治上来讲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正义的这样一个人物 所以到后来在70年代到80年代 布哈林可以说是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 当时苏联把他的这样一个书全部都收集起来 因为他这个理论家著作很多 就是把它收集起来 出一个布哈林全集 但是我们国家还没有准备翻译过来 但是还没有翻的时候 后来因为随着苏联的解体 所以后来也就没有翻 我们国家是后来在这个时期 翻译了一些布哈林的这样一些著作过来了 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这样一个地位 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那么在这个理论上 他也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 他是布尔斯威和党内最博学 最善于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的一个思想家 就是说他不像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说局限于对马克思的恩格斯这样一些经典作家的一个文本的解读 他更唱到什么 把一些非马克思就是同时代的这个最先进的这样一些思想 自然科学和事物科学思想 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来 来就是说批判这个黑格尔马克思的这个黑格尔化的这样一个倾向 这样一个框架 他的这个平衡论 他的平衡论 也就是他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呢 就是吸收了二十世纪哲学 经济学的一些新的这样一个成果 这是所以他丰富了这个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那么他创立了这个帝国主义理论 帝国主义理论 对国家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 资本市场 资本积累和危机等问题 都做了富有创新的研究 所以呢 正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些研究 他和列宁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激烈的这样一些争论 那么他的所有的这样著作的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 还有一个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共产主义ABC等等 就是说在这样一些这个著作当中呢 都反映出来了 反映出来了 所以这个布哈林呢 当时后来列宁对他有一个评价 就是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 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 后来列宁在他的遗嘱里面呢 就说这个布哈林呢 他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书呆子气很浓 书呆子气很浓 就是说这个在政治上啊 没有这个斯大林那么就说 那么那么坚定啊 就是说在政治上他没有斯大林那个 但是斯大林呢 就是说这个人呢很独断 就是说你们可以看这个列宁 现在这个遗嘱已经公布了 已经公布了在这个列宁编到这个新的这个列宁文集选集里面去了 就是说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对这个党内的包括这个托洛斯基啊 列宁都有一个评价都有一个评价 就是认为了这个布哈林呢就是书呆子气比较足 但是对布哈林还做了一个评价 但是也认为布哈林在有些事情 有些这个问题上呢也是犯过错误的 也是犯过错误的 那么列宁的这个评价呢 可以说我们这个理解这个布哈林的思想呢 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啊 有一定的意义的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说布哈林的这个历史唯污主义理论 也就是说这个平衡论啊 是他的最有特色的部分 其他的这个帝国主义理论 以及他对这个列宁主义的定义啊 大家可以这个在书上看一看 我们主要是把他的这个平衡论讲一讲啊 讲一讲 因为这个布哈林的这个平衡论的 当时啊 被指责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是一个基建论的 是一个基建论的 包含了这个基建论的倾向 包含了基建论的倾向 为什么说他包含基建论的倾向呢 他认为啊 就是说他认为啊 这个马克思这个历史唯污主义 他把历史唯污主义的 这个整个体系啊 他也强调什么 有一个 一个是体系 就是把这个历史唯污主义啊 把它看作是体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呢 是自然环境 那么体系呢 是这个历史唯污主义本身的这个 就是社会的各个结构 也就是说体系呢 他讲的是社会结构 这一个呢是自然 这一个是环境呢 是指的自然界 他当时他那个 他的这个平衡论的一个 最主要的这样一个观点啊 就是探讨这个体系和环境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他就认为了 他说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 社会的发展呢 他不能的 他不能在这个体系内部来解决 他要依赖于什么呢 依赖于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就是说依赖于啊 你不断的从他的自然界当中 吸取能源 如果你不能在这个环境当中啊 吸取更多的人员 那么你的这个社会发展呢 他就会什么 处在一个 就是说 他就会萎熟 就会萎熟 所以你真正的自然发展呢 他应该是在什么 不断的扩大 对自然 就是说把这个 自然的能量 输入到这个社会里面来 社会里面来 那么这个体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 这样一个能量输入的 这样一个契机是什么呢 他说是 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是一个量的概念 是吧 是一个量的概念 不是一个值的概念 呃 我们说这个劳动生产率有多高 它是一个 你量的形式来 来 来 来这个 衡量的 所以呢 这样一个思想 这样一个思想啊 当时就被 称之为机械论 机械论 为什么说它是这个 机械论的倾向呢 因为呢 这个包括这个 人们就批评它 说你把这个社会发展的原因 社会发展的原因呢 看着是由外部 由外部自然决定的 而不是由这个内部决定的 按照这个矛盾的观点啊 按照这个矛盾的观点 它应该什么呢 你这个社会环境 这样一个呃 呃 这个对立统一的观点 列宁讲的对立统一的观点是什么 呃 内部矛盾 内部矛盾 是吧 矛盾是核心啊 内部矛盾是决定外因的 而不是外因决定内因 那么它的这个观点是强调什么 是内因 你这个社会的发展 是由外因决定的 而不能是由内因来的 主要你是依靠于 这个外部的人量啊 不断的输入 这个输入到里面来 那么这是一个观点 一个观点 认为它是基建认的 第二个呢 它强调 这个体系和环境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它是什么 是依靠劳动生产力 来这个衡量的 那么劳动生产力 是一个量的概念 是一个量的概念 是不是讲的一个量的进化问题 而别人认为它否定了直辩 是吧 否定了直 所以这两个呢 说它是一个基建认的 就说有一种这个基建认的 这样一个倾向 有一种基建认的倾向 所以当时的对平衡认 做了一个 都是指责这个平衡认的 后来呢 就是随着 但是呢 布哈林他的思想是什么 他是从系统认的观点来 来探讨的 就是他是把什么 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发展 看作是一个系统 是一个系统 那么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他有一个量的这样一个平衡关系问题 他强调啊 事务之间 包括他比方说 你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 社会结构的发展 如果他他说 什么叫呢 如果你的这个生产力 你这个生产力 劳动生产力啊 你不断的发展 你每一次循环以后 每一次循环以后 你的这个得到的是越来越多 外部能量越来越输入越来越多 你是不是越来越发展 那么这就证明什么 你这个是发展的 如果说你每次我输入的 投入的越多 我收入的越少 那就什么 你是在退化了 是吧 或者说我收入和这个 支出是同时是平衡的 那你是一种简单在生产 是一种简单在生产 所以你的生产关系呢 它是应该用劳动生产力来衡量的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从这个 系统的这样一个观点呢 来看待问题的 来看待问题的 所以当时呢就指责啊 说布哈林包含的这个 基建论倾向啊 就是特别的多 那么这个 而从后来呢 就是这个强调这个量的 这个比例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跟他主张的 这个温和渐进的社会主义 它是相联系的 就是说你 他不强调啊 你这个社会主义 马上就采取这样一个质变 他认为有一个量变的 这样一个过程 量变的过程 所以这一个观点呢 刚好和他主张的 这个温和的 渐进的社会主义观点 就是强调一个量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观点呢 它是相联系的 但是呢就布哈林自己而言 他认为啊 他不仅仅是强调量的问题 他强调革命同样有值得飞越 但是你不可能总是值得飞越 你要有一个量的 这样一个积累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在他的这样一个理论当中 后来呢 别人重新 就是在思考 70年代以后 在思考这个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个 探讨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 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 人们要重新反过来评价 这个布哈林的 这样一个平衡论 平衡论 就是说 它是不是一个集结论 那么这个时候 别人用这个 这个观点来看这个平衡论 就是用系统论的观点 来看平衡论的时候 这个平衡论呢 它实际上 它有两个创新点 有两个创新点 一个呢 它把历史唯物主义 定义为一般社会学 定义为一般社会学 它定义为一般社会学的 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应该是从自然科学里面去寻找 而不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说明 就是什么是 历史唯物主义 应该是对社会现象的一个开阔 它应该建立在什么 历史学 社会学 经济学 这样一些社会学的基础上 而不应该用自然科学 就是说当时用这个 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 推道出来 它说这个黑格尔式的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用一般的公式 一般的黑格尔 就是说一般的这样一个 逻辑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把推道出来的 你讲的这个社会结构发展是什么样的 你是推出来的 你从逻辑上推出来的 你不是对这个社会现象本身的一个开阔 所以他说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是一般社会学是什么 它是关于社会的理论 是对社会现象研究的结果 而社会现象本身是什么 它应该是从历史学 从这样一些学说当中 法学这样一些学说当中 给你集电了大量的这样一些 社会科学的资料 然后你对这个社会科学的基础上 然后提炼才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样他就把历史唯物主义 奠近在社会科学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而反对用这个 反对用这个一般唯物主义 来推导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各个部分 他说这个普雷亥诺夫 他们都是这样的 你是从一个辩证法 一个一般原理把它推导出来的 而不是对这个社会本身进行研究 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社会学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 那么这一个特点呢 后来对苏联的这个社会学的这个研究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联的这样一个社会学呢 它和这个英美的社会学是不同的 和法国的社会学是一致的 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列维斯特劳斯 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会学什么 它是带有哲学的 就是用一种哲学的 结构主义的这样一个方法 苏联哲学也带有这个特点 它是和哲学结合的 这个英美的这样一个社会学呢 它是一个分析的 分析的比方说社会调查 数据的处理 包括这个数据库的提取 我们国家的现在的这个社会学 因为是这个 这个接受的是英美社会学的 所以基本上从哲学里面就分出去了 所以它完全是经验的方法 而苏联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学 它是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 包括这个当时这个 哥尔巴乔夫 我们讲的哥尔巴乔娃 他就是学社会学的 学社会学的 那么当时的这个 它是和这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 这样一个研究 它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对这个苏联的 这个社会学的研究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创新点 就是它把平衡 平衡这个概念 是看着作为散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当中 各个部分及其关系的 这样一个核心概念 然后呢 把社会结构看着是一个系统 看着是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 它把这个社会平衡 看着是一个系统 这样一种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它有什么特点 它有什么特点 我们呢 如果光是因为这个具体内容 你们可以在书上看 我们呢 就是把它和这个 普利亚诺夫的这个五项论 做一个比较 五项论做一个比较 它和这个五项论 就是说 可以说 如果说它是在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是一个另类 就是说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的 这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话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把它和 普利亚诺夫比 因为这个整个的苏联 马克思主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主要是继承了这个普利亚诺夫的这个思想 那么我们把它比一下 就是说这个 布哈林呢 在散发平衡论的时候呢 他还是这个引用了普利亚诺夫的一些唯物史观的观点 强调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是社会发展基础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他们两人是相通的 但是 布哈林呢 是从社会学入手来 这个认证这个历史唯物史观的 这个我们讲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 这又使他的平衡论和这个普利亚诺夫平衡论 这个五项论呢 在这个理论形式上呢 是有区别的 就是两种不同的这个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模式 那么这个区别的主要是表现在三点上 第一个呢 是理论基础的不同 理论基础不同 就是普利亚诺夫呢 是把唯物史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部分 是吧 我们前面讲了 他强调有一个高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一个一般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 所以他的辩证 这个五项论的基础呢 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就是有一个一般原理的方法呢 而布哈林呢就强调 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社会 强调他是有社会学基础 组装从历史本身来说明这个社会 所以这一点上呢 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 他反对啊 你用这个抽象的一个辩证唯物主义 来推导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这样呢 他们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是不同的 第二个呢 他们的这个理论模式也是不同的 就是普利亥诺夫的五项论 我们可以看到 他讲的是什么 五项论 经济基础决定 这个生产力 生产关系 也就是这个经济基础啊 这个思想体系是吧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的 那么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给能看到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他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平面的公式 像那个打楼房一样的是吧 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 从一层楼一直搭上去 所以给你看到是一个平面图 给你看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一个平面图 一个平面图 是一个这个线性的这样一个公式 当中是不交叉的 但是呢 布哈林的这个历史观啊 他强调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啊 他运用的是一个系统论的方法 系统论的方法 他就认为了 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 是由能无和观念构成的 就是他是由什么 这三个要素构成的 这个三个要素构成的 那么这三个要素呢 他而且用这个系统论的方法来描述 他说这个能无观念的构成啊 他是一个立体交叉的多元发展的系统 多元发展的系统 也就是说能无和观念啊 他们不仅在这个生产力里面 就说是由能无和观念构成的 而且在上层建筑里面呢 他也是由能无和观念构成的 那么在这个能无的观念构成当中呢 实际上什么 比方说你生产力的人和这个 这个和这个政治制度的人 他们之间也是衔接的 就不仅仅是一个什么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 而是因为能无观念 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交叉了 发生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结构 立体的结构 同时呢他认为啊 他说这个普利哈诺夫的这个维吾史观当中 因为他是几个要素的这样一个规定是吧 他们只有直的直的概念 而没有一个量的概念 没有量的概念 而布哈林呢 他是以劳动生产力 来衡量自然界和社会 社会体系各类部之间的平衡关系 这样他就把量的关系啊 量的概念呢 隐如了对社会发展的一个考察 隐如了对社会发展的一个考察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 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历史维吾主义的结构上呢 他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最后呢在这个方法认的基础上呢 他也是不同的 普利哈诺夫应用这个五项认的这个方法 他是一种因果性的方法 因果遗元认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政治制度 所以他是一个因果遗元认的这样一个方法 而这个布哈林呢 他强调的是一个 以历史主义为主的这样一个方法认体系 就是他强调什么 强调社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联系 应该用历史主义的关系啊 来分析各个要素之间啊 在不同阶段上的这样一个变化 不同阶段上的变化 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面呢 他们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 而布主张用一个抽象的公式来讲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这个从这样一个区别 这三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 布哈林在以平衡认来认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 不是说他的内容有多么新 他还是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而是他的整个理论框架进行了一个 也就是说形式上进行了一个更新 那么这样一个形式更新呢 是和布哈林本人的知识结构相关的 布哈林认为他通过这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啊 他就认为他说马克思的维吾主义创立以后 虽然马克思创立了这样一个维吾主义 创立了一个实践哲学新的学说 但是他在体系上还保留着黑格尔哲学的特点 还有强烈的黑格尔哲学特点 所以呢 他研究平衡认就是要消除历史唯物主义里面的 黑格尔体系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这就是他的这个哲学产生的意义 因为为什么说他的理论呢 会发生很大的这样一个争议 会发生很大的争议